马上来关心基隆新丰街这边的最新状况 那么受到台风山土而带来的强劲雨势影响呢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基隆新丰街这里呢 发生了大规模的走山情形 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呢 有大面积的这个土石呢 是崩落的一个情况 现在呢 相关单位也已经出动了重型机具 来进行开挖 来进行抢通的一个作业 可以看到呢 大规模的土石呢 还伴随了大量的一个树枝呢 现在呢 通通都是完全覆盖道路的 整个双下道路呢 是完全无法通行 而且呢 基隆今天呢 还是上班上课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不少居民呢 一早看到这个情况呢 都觉得非常的无奈 因为呢 要上班的道路呢 根本出不去 那稍早呢 基隆市场谢国良 也来到这边进行勘灾 也带你来看一下 稍早谢国良勘灾的最新画面 目前是没有人员 遭到这个 被研的 被买的一个迹象 那目前的机车 以目测来看 没有确切的数字 大概是20台到30台左右 这是刚刚跟议员 讨论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目前也没有 证据显示说 有汽车被买进去 可能要再看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整理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如同我们刚刚 公务处说明的 我们希望今天 在下午五点钟以后 首先整理出一个紧急通道 供这个医疗跟紧急相关的使用 然后我们会在整个周末 会这个还是积极的进场 施坐 那我们希望全线的通车 可以在下礼拜一上班以前 能够来恢复全线的通车 好 听听到呢 谢官员表示说呢 这次台风山坨 为基隆带来的雨势呢 其实呢 是78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雨势 因此呢 在基隆呢 有多处的积淹水灾情 加上呢 新风街这里 今天凌晨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个走山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目前 最新的抢救进度呢 就是希望呢 在今天下午 大概五点之前呢 希望可以把这个双向道路 至少来抢偷一边 让这个居民有办法 从这里呢 来进出 那最快预计呢 会期望呢 在周日呢 就完全抢偷 周一完全回复通车 那现在呢 可以看到 大型机具是持续的开挖 因为呢 这个基隆其实现在呢 偶尔还是会有 间歇性的一个降雨 所以呢 也必须要确保 周遭的一个土石呢 不会再松动 那除了要把这个 覆盖道路的土石呢 赶快挖走之外呢 也希望尽快呢 还给居民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 我 我